音樂 建築應該是一個集體創作 我們就是要重新建立各的一套系統 我們能夠跟傳統名劇一樣 能夠做集體創作 限機鐵圖師他做的最大的 方案裡不過創意18 我們傳統工匠之間 工匠跟居民之間的對話語言 像單劍圖轉化成一個清湯家 在這個過程裡頭 要靠各自的體會來共同創造 所以以前蓋房子做庭園 其實不是建築師一個人的事情 而是整個工匠系統 建築並不是只是一個建築師蓋房子就算了 它有一個非常複雜的社會實踐的過程 你說所有的建築都 其實都不是建築師想要的樣子 最終來說 那他遭遇了不同的社會條件跟文化條件 他會有產生不同的東西 2013年開始 我就花了很多時間在中國的農村 在台灣的部落做各種調查 回去重訪那些人 他們房子蓋合後的感覺 幾乎是愛家愛戶都跑過這些東西 所以這過程其實比我想像中的花了久 它不像是文件展 它也不是建築展 它比較像是研究展 比如說是表達建築團隊 對謝英俊建築師這種特殊的時間的一種看法 所以它有建築師團隊的東西 有紀錄片 然後有離國民的攝影展 還有進入我們那個測展團隊 研究了一百多個案例 二十年前九二一地震的時候 認識謝老師 但是我就是對他的理念很感興趣 而且我在認識他之前 也是做了一些營造有一點基礎 所以就跟謝老師一直合作到現在 那它這個建築它其實不是只有蓋房子的技術在裡面而已 它還蕴含著一些家的元素 就比方說它會蓋一個架構 讓這個受災戶可以有自己發揮的空間 所以他們可以用自立造屋的方式把房子完成 謝金主師他其實不只是尊重我們在地的原住民 那他也尊重這一塊土地 跟尊重我們彼此之間的一個互動 甚至它的房屋的一個位置 都是朝著我們的周祖的聖山 那基本上在文化上是很尊重的 那整個材質的部分也是 也是用一些在地的一些 像那個竹子啊 木頭或者是房屋的架高 這個部分它就是創造一種價值 這是我覺得它真的是這樣的一個工法 最適合在山區或者是說比較需要的一個上面 因為它是一個創造一種價值 而且這種蓋房屋的價值在過去按照我的了解 我覺得是還沒有看過這麼鮮明 而且做得那麼好的一種建築的一個工法 我覺得這種工法在未來上面 絕對是非常非常適合 在台灣或者是在世界各國的任何的一個高山的一個地方 很適合這樣的一個建築的工法 這就是它的一個存在的最重要的價值 謝英俊 謝大哥他們這個團隊的設計空間裡面 的整個架構讓我們感受到比較溫馨 那是因為那樣的材質那樣的結構既好看 然後又覺得舒適沒有壓迫感 那當然空間那是因為有一些限制 只是說它第一個直覺 雖然也讓我們感覺到這個家跟在山林的那種感受 是有同感的 在那樣的建築物裡面不是乾淨水泥的 然後讓我們感覺到不會說一開始就感覺到很陌生 不會感到有壓力 我想這個部分至少在心靈上感覺到很舒適 很舒適 就是這次我們展覽裡頭有所謂的物件導向 我們講為建築師所為何事 其實就是要在建立一個互相溝通的平台 建築師跟建築師的合作 建築師跟其他廠商的合作 建築師跟民眾的合作 它必須有一個語言 一個平台 其實這個是我們現在工作的核心 我在想說怎麼展示這個建築的生產過程 所以我們透過很多不同的方法 重新回到那些部落 看看當初的房子怎麼變成家的 看看因為不同的政策 不同的補助條件 不同的自然條件之下 居民如何反應 居民如何協作 跟居民如何把它變成是一個房子的過程 現在教育都在做教育改革 最前沿的就像芬蘭的 他們所謂的情境式的教學 situational learning or teaching 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 尤其學建築的領域 這個行業的教育 這方面最缺情境式的 也就是說你必須要 進入到一個蓋房子 全面式的直覺的那種感受 簡單講就是你要先會蓋房子 然後你再來學蓋房子 其實我想要把建築變成是一個生產過程 那當然在理論上有很多這種可以對話的空間 不管在國際上還是在國內都一樣 因為一般的國際的建築展 比較強調建築作為一個藝術作品 那在國內比較少數的建築展一頭 只是在強調建築師的作品的樣態而已 他們比較沒有談這個生產過程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重要的 可以跟國際建築展對話的方向 再後重建的這些東西 從1999年之前也整理 第一個發現說你有風格 為什麼要有風格 不能講是我的建築 是大家的建築 但是我在哪裡呢 我覺得在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分量 但是那個是什麼 大家去採摩